在地中海下叙利亚发起攻击的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日前,俄罗斯消息零通的媒体消息报,发布了以则重大报道,该报称其从俄海军主要领导人出货的信息。 黑海舰队所属113562型护卫舰,埃森海军上将号今年4月在地中海与美国海中核潜艇遭遇,埃森海军上将号对该艇进行了两小时的跟踪,成功获得潜艇的升学信号信息。 众所周知,升学信号堪称潜艇的绝密信息,暂时战中将十分被动,报道着,此次围猎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今年4月美国、英国、英国。 法国联手以叙利亚使用化武之名,向叙利亚实施大规模巡航导弹攻击。 当时,埃森海军上将号正在叙利亚执勤,3月中旬抵达地中海,6月底返回。 紧张的局势让俄海军不得不严阵以待,外界也传出了不少俄海军与美、英、法军舰接出的信息。 而俄美海军交锋的信息还是首次爆出,被俄海军跟踪到的潜艇可能是佐治亚号、上霍约翰、华纳号下纳蒙,美国的那艘潜艇被带着了呢? 消息爆推测是俄海俄级潜艇的佐治亚号,当然别听到俄海俄就想到是战略核潜艇,认为战略核潜艇不可能跑到地中海。 这艘佐治亚号是俄海俄的四号艇,2008年期被改装,程巡航导弹核潜艇后重新服役。 报道也指出,美国被跟踪的潜艇也可能制服,基尼亚型攻击型核潜艇的约翰、华纳号,该艇参加对去导弹攻击是公开的。 此前,也有媒体趁该艇在行动之前曾遭到俄干扰,但最终摆脱了追捕,执行围猎任务的艾森海军上下,靠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该舰极其铁卫舰,因在俄军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频频利用口径巡航导弹相续IS-5中发起攻击,在国际媒体中保持着极高的曝光率。 艾森海军上将号是苏俄史上第一款现代化通用护卫舰,反潜能力不差,艾森海军上将号不仅对地攻击的功夫了得,也具备比较均衡的防空,反舰以及反潜能力,尤其是反潜能力。 该舰所属的113562型护卫舰前身就是一款反潜舰,113562上,拥有完备的反潜探测设备。 如舰壳声纳、拖叶阵列声纳以及电载反潜直升机,攻击手段上,它不像欧美、中国的一般水面舰艇装备,324毫米轻型鱼雷,而是装备533毫米重型鱼雷。 此外,远端可以使用口径反潜导弹,近段有反潜伸弹,此前,外界大豆江交点,集中在叙利亚天空中的明争暗斗,如苏到35与F22的交锋等等。 此次海上遭遇的爆出说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叙利亚的交锋是全方位的,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了解对手的绝佳机会。 ZM的脸则声明,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